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我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有个人持斋啊,持了十年 身上突然得了一种非常严重的皮肤病 他说,都说持斋身体好 你看我,还得这么重的病 我看持斋啊,没有什么功德 就后悔了 一位朋友对他说了 你别后悔,持斋啊,一定是有功德的 你已经持斋十年了 不妨继续吃下去 病啊,会好起来的 哪有什么功德 你看别人吃肉,身体好得很 我持斋了,还生这样的病 看来啊,是没有功德的 太后悔了,真不该持斋 朋友说,你既然很后悔,那不妨这样 你把你持斋的功德卖给我,好不好 卖斋? 他说,啊,这个也卖,那怎么卖呀,谁买呀 朋友说,我买呀 他说,怎么卖呀 朋友说,很简单,你就立一个字句 我某某人,持斋十年的功德卖给某某,多少钱 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字句,好不好 他说,好,反正也没有用 交给你就交给你吧,就卖掉了 当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 来了两个小鬼儿,态度很恶劣地抓他 抓他到阎罗王那里去 而且说,某某人,你本来十个月前就该死掉了 因为你持斋,延长了寿命 可是现在呢,你把持斋的功德卖掉了 你等于是白白活了十个月呀 他一听惊恐万分啊,哀求说 哎呀,那怎么办呢 求求你,宽限一天 我明天就去把钱退还,继续持斋 两个小鬼儿呢,看他很诚恳 就放开他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到朋友说 斋我不卖了,钱还给你 朋友说,对不起啊 昨天一回家,我就在佛前把字句烧掉了 那人回家,不久呢,就去世了 听经,念棱言咒 念佛的功德利益确实很大呀 这是显感明硬 还有敏感明硬,敏感显应 敏感呢,就是过去是念过佛,念过咒 听过经,或者父母念佛,持咒,听经 结果现在得到很明显的感应 遇到什么灾难,突然观世音菩萨前来搭救他 或者阿弥陀佛显现 他自己好像没怎么念佛,听经念咒 这是素式善根 现在因缘成熟了 这叫敏感显应 高僧看后也直呼 这就对了 他虽然吃素吃斋 但是心不成啊 也不相信吃素的利益与功德 那么被人家夺走所有羊兽也是必然的 因果不在别处,就在当下 你现在的一言一行一动念 无非因果,此为真实不虚啊 业力不用他求,就在际遇 你过去未来的一切人生命运 全是业力 制造出一切可能,超出思虑 此名不可思议 因果真实不虚 业力不可思议 所谓的因果不虚 按世俗的道理呢,可以理解 比如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一切种子都会随着它的相顺因缘 最后结成果 不会出现此因生彼果的事 如种的豆子长出瓜 故因果真实不虚 至于业力不可思议呢 是因为讲了 世俗人还是无法理解 甚深极微妙 难懂的缘故说 不可思议 在大智度论中一段问答 讲业力如何甚深极微妙 问 有三种障碍 烦恼障 业障 暴障 为什么不说烦恼障和暴障 而只说业障呢 答 三大障碍中 业的力量最大 因为业是百千万劫积极而成 并且不会失坏 不会被毁灭 还未生果时 绝对不会消亡 所以猪业常识存在 当因缘成熟时 就会生成果报 如骨 草子在地中 条件成熟时 就会生长结果 诸佛非常尊重夜报 佛陀尚且不能转变夜报 更何况是凡夫呢 如记说 生死之轮尚在着的人 你们被烦恼所寄付 被三有轮回力量所转 此轮转任何人都无法阻止 以前的夜音是你们自己制造出来的 你们也将随着夜报生各种形象 夜的力量是如此的巨大 以至世间上任何力量都无法与之匹敌 先世形成的夜音将来一定会结果 夜的力量造就三有轮转 众生在此生死海中轮回不息 即便洁净大海水被火烧干涸了 虚迷大地都被火烧消失了 众生以前所造的夜种 也不会被烧毁 更不会消亡 众生诸夜积极恒久 会跟着所造的夜音缘去受生 就如你欠人债务 被债主紧追不舍一样 夜种成熟后必定受报 谁都没有能力去改变 你们没有可逃避的地方 即便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三界众生各自随夜受报 一刻都无法逃离 这样的夜音缘是佛陀所教会的 如果众生无业障 就如风吹不进坚实的物体 如水不能往高处流 如虚空无法伤害到人 夜力量虽然很巨大 但他不会去追逐没有造作他的人 果报随姻缘成熟而来 不会消亡也不会失去 就算能飞到天上 又从天上躲到雪山中 再从雪山顿入大海里 它都能紧紧追随着你 就这样紧紧追随 一刻都不曾分离 博学讲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这是对因果报应的合理性 准确性的高度坑顶 可是为什么社会越发展 科学越进步 而人们却越来越不信因果呢 难道这些人都不怕造恶受报吗 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信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现在因为我们对因果报应 这个宇宙本有的运动物理法则 宣传得太不够了 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自然中还存在着这个 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千古不灭的客观运动规律 因果因缘真实不虚 当下即因即果 走路海角是因 落步是果 同样也是原点 这样一步一步 因缘因果 因缘因果 没完没了 无量个这样轮回 你打别人 别人必打你 骂别人 别人必还你 你笑 别人也对你笑 就是这样 你真心实意对人 别人哪 也一样 若换来反面教材 那一定是前世 无量世 有伤害过某某人 无论迟早 是要受报的 因缘成熟的条件具足 因果律的循环法则 简而言之呢 运行的方向 与终点回归到起点 用白话说就是啊 你从哪里来 还是回到哪里去 诗人于恶 回报是恶 诗人于善 回报也善 现在有些人呢 自己不知道宇宙中 有因果报应的规律 而且还盲倒别人 别信因果 这种人呢 是很危险的 科学证明 因果律法则是 运行的方向与终点 回归到起点 每个人对空间 所抛出一切力量 终于会飞回来的 他击中的最后一个目标 不是别人 还是你自己啊 叶因果报 因果报应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凡事有代价 凡事皆要付出成本代价 没有例外 有前因必有后果 凡事互为因果 现在的结果呀 全是过去 种下的因所导致的 一切有因果 一切结果 皆从因起 欲知后世果 则今生所为者是 一切有为法 尽是因缘合合 福来有因 祸来有见 命由心造 果有因生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 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 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 分享 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 不散 请不吝点赞